当Limber一年的销量能卖到几百上千伏的时候 对我来说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提供大量的数据 让我们去分析到底哪些款式比较好卖 另外又是哪些人群去选择这些款式呢 所以今天我就大概整理了一下 在我们店销量前五名商务属性比较强的款式 来给各位做个分享 特别适合公务员、医生以及老师 这类工作性质的朋友们 同时今天我还特地邀请了我们店的资深释放师 来给各位做模特展示 第一款Rim系列Team 金融圈入场券指的就是这个系列 主打简单低调 因为整个竞价是有比较纤细的泰斯组成 所以哪怕是纯金色也不会显得很夸张 反而能起到一个提亮肤色的效果 那么Team一共有三个前框尺寸 外加是种不同宽度的进腿可以组合搭配 适配性极高绝对不挑人 第二款NOW系列6630 作为23年上半年新出的款式 6630凭借NOW系列的家族特色快速出圈 当然它本身扛打的颜值 商务休闲兼具的属性 以及丰富多样的色彩搭配也是重要因素 上半年刚面试 下半年就增加新尺寸 可见受欢迎的程度非常的高 那么这款磨砂灰搭配亮影色 则是NOW系列里面最通勤的色彩组合 第三款Strip系列9765 这是一款因为它兄弟9704 才开始收到更多关注的款式 比起9704圆框自带的复古感以及休闲感 9765方框的造型 商务属性则会更加强烈一些 搭配上亮影色前框磨砂金进腿 以及透灰色前圈 上脸精神大方且不失时尚感 第四款Strip系列726 从设计之初就决定了它这款强大的商务DNA 方中带柔的片心 符合多数中大脸型的前框尺寸 两侧一条节的进腿设计 以及半框变全框的欧槽填色 除了不射高度数之外 726可以说是毫无死角的商务款 同时726也是我们店单款 职业覆盖面最广的一个款式 最后这个看似夸张的渐变色 其实除了黑色之外 就属它选择的最多了 第五款Rim系列Max 想要简单但又不甘于平庸 想要时尚又怕锋芒太露 那这款Max就很值得你细品 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板材内圈 就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不仅提升了存在感 也使它适配更高的度数 另外圆润的圈形 可以让本事难以接触的你 显得更加温柔且平易近人 那么今天给各位分享的这五款 虽然同为商务款 但是最终根据颜色搭配的组合不同 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其实也会略有不同的 如果说你感兴趣 想了解更多的话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来进行互动 好了 视频的最后还剩一句话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我是有温度有态度的 世纪眼镜主理人佳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